我们最后要拍一下活动照片的部分 一看到有人从童子里拿出鲜鱼 企鹅马上冲上闲 抢着要吃 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 企鹅人气高 不过最近却表示要公开卖企鹅 那像它这个行为 因为它是亚成鸟 它还没有配偶 可爱企鹅家族 馆内一起生活 蒙番游客 国立海生馆又日在官网公告 要飙售36只非宝育类企鹅 可能要找环境吧 这个只是一个让人心痛的 要找这个可以饲养环境的地方 也许真的不太容易 会啊 因为平常都很少看到 企鹅宝宝都在平東海生馆才有 所以如果可以养它的话 一定很有趣 民众觉得新奇 还有不少网友大喊想要团购 不过不是人人都能购买 参与投标者 必须准备100万元的押标金 还必须要是野生动物饲养业批发业 还要提供肆域场地以及环境清单 才能接手投标 这次要卖的有24只巴布亚企鹅 另外还有夹带企鹅 以及阿德利企鹅各6只 在馆内都有订定一个企鹅数量的管制的SOP 当我们的企鹅数量达到一个警戒值的时候 现在我们是第110只 当到110只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启动相关的程序 原方表示 因为企鹅每年都有繁殖 导致数量也越来越多 为了让企鹅们有适当的照护环境 才会公开标售企鹅 但是买一只企鹅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其实还有资格限制 企鹅标案预计在这个月27号公开标售 企鹅新家族落脚何处到时就知道 事实新闻资金家 声明方蔡玉如采访报导 請问他说 今天疫情有给你 来了 新闻的课系 什么 明镇